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大鹏教育国号学院 我是灵溪老师 今天是第七节课了 对不对 两个月就这么一晃而过 下个月这个下个周 下个周咱们最后一节课之后就节课了 那今天第七节课呢 我们学的是什么呀 我们学的是这个螳螂和鸢尾 其实这两个花呢 这个这个鸢尾花啊 大家在正式课里边已经学过了 王上老师给大家上的是吧 螳螂呢 其实在现实中吧 它是可以做出来的那种动作幅度比较大的 可能有同学在这个现实中啊 见过啊 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螳螂可以画出非常精彩的动态来 为什么呀 我们之前学那个锅棍啊 或者说天牛的时候 这个老师从来没有说过 它这个头额可以什么摆子嘛 什么之类的啊 比如说回个头啊什么之类的 因为它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但是螳螂为什么具备呢 因为它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 就是这个脖子 大家看到这个脖子了吗 它这个是非常长的啊 而且你看 它往这边转个头 或者说往这边去转个头的话 是非常方便的啊 所以我们在加它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不妨可以给它拧大一些啊 比如说 咱们可以去这个 王雨刀先生的作品里边 去看他画的那些螳螂 真的是那个身体和头拧成各种各样的动态啊 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那首先我们这个着重来说呢 是这个螳螂身体这个大钳子 你看它前面有一个钳支是不是 它靠这个动力去捕猎啊 我记得小的时候看 人与自然还是什么东西 非洲有个大螳螂是可以吃蛇的 真的是非常厉害啊 这个大钳子呢 整体上来说有点像那种脚铁丝的那种啊 管钳一样差不多啊 它这个上边啊 全都是小刺 第二节呢 比较偏长一些啊 它整体来看 这个结构有点像什么呀 之前就像我们在第一节课 学蜜蜂的时候 它有点像一个闪电型 你看 这是和脖子连接的第一节 然后第二节呢 是这样过来的 第三节呢 是这样 是不是啊 是不是有点像一个闪电型 而且它也没有闻啊 它也没有闻 前边呢 还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结构的腿 它在这个往树上爬行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需要这个钳子这一节啊 前面这个小腿啊 拉着它往前走 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 这个结构千万不要忘记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螳螂啊 其实它是大长腿 你看 它这个后腿啊 有透视的情况下 都有这么长 是不是啊 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呢 要注意把它的后腿啊 画的稍微的长一点点 还有个就是 画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让后腿啊 太靠后 太靠后啊 我们整体看它的这个肚皮的话 它是从这个地方 然后到这儿 到这个尾巴尖结束啊 其实它这个下边这个肚子没有那么长啊 它这个翅膀可能会比这个肚子稍微长那么一点点 大概有个一毫米 或者说两毫米左右 整体来说 如果说你后腿就是起笔的位置超过了整个肚皮的一半 它就会不好看 它就不合适 之前咱们在上那个郭郭那节课的时候 我也说过这个规律是不是啊 所以大家在画草虫的时候呢 有一些普遍的规律啊 其实可以这个适当的给它总结一下的啊 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触角 我们可以画的稍续一些 稍微长一些啊 这个也是没有关系的 好了 这个 螳螂咱说到这儿 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下鸢尾 其实这个鸢尾啊 有多少个半大家了解吗 正式课已经上过了是不是 来大家那个可以把你觉得这个鸢尾有几个半 这个数字给我回复在屏幕上好不好 来大家回复一下 我看你们到底了解不了解啊 然后整个它的半呢 其实偏向于有点像一个小小的 扇子形 是不是啊 它从下边啊 然后这个花瓣的根部的地方是比较窄的 然后逐渐往外开始变宽 然后头上 是不是啊 有回九的 有回六的 还有回五的 我看大多数都是九瓣 是吧 还有五瓣 五六九 反正就集中在这三个数字里面啊 其实我告诉大家啊 这个鸢尾花啊 和宣草花它是不一样的啊 它不是一个品种 鸢尾呢 它在六到九瓣之间 知道吗 它在六瓣和九瓣之间啊 一般来说 九瓣是中国的鸢尾花里面啊 最常见的一种 就像前一段时间吧 前一段时间 应该是在这个马路旁边的那个花池子里啊 它长了非常的多 长了非常的多啊 然后当时也忘了拍照片了 早知道上这一课的话给大家拍个照片 你说这个是花柱是不是 其实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啊 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花瓣来理解啊 一般来说我在说这个结构的话 也会把它当成这个小花瓣 首先我们还是给它稍微的这个分析一下 你看 里边它有三个最小的 而且啊 它的形状有点偏长 有点偏长方形 对不对 这是三个 然后再往后边呢 它会和中间的三个花瓣啊 去错位生长 有点像那个什么样 有点像那个水仙花的那个 在这个空里边去生长 对不对 这是第二层 我换个颜色啊 我们用个蓝色的 来标记出来 这是第二层 第二层的花瓣呢 会比第一层的花瓣啊 稍微的宽一些 长一些 但是它的形状不会产生那个太大的变化 再一个呢 就是最后一层 最后一层的花瓣啊 就是我刚才总结的 有点偏向于一个扇子 咱们在淘宝上买的那种 纸质的团扇有很多 是不是啊 它就是这种形状啊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不妨可以把最外围的花瓣啊 去给它画的稍微宽一点点 其实在这个不同画家的手底下 他们去表现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肖浪先生 他在这画的时候呢 通常把这个鸢尾画 给它处理成六瓣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 不要拘泥于 不要纠结于 这个鸢尾花 一定要花几瓣 知道吗 因为有些侧面的花 它牵扯到一些偷视关系 可能看的会更少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一定要注意这个 再一个就是 它下面的花托呢 是一左一右那种结构 对不对 有点像两个小瓜子 然后给它合起来的 再就是这个叶片啊 大家去看这个叶片的时候 其实非常有意思 这个鸢尾花啊 它根据品种的不同 有的这个叶片会比较宽 你看这个它就是一个宽的叶片是吧 但是这边这个呢 它的叶片就比较窄 我们在画这个窄的叶片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可以参照一下兰花的画法 我们用兰花的技法给它画出来之后 你会感觉啊 它会更加的就是舒展一些啊 当然有的时候可以行笔稍微快点出些非白是不是 然后今天呢 老师会给大家就是在教给大家一个技法吧 这个技法是什么呢 就是怎么去托风啊 用你的毛笔杆啊 带着你的毛笔的笔锋去走 这样画的线条呢 有的时候其实会更加的放松一些啊 会更加的好看一些 好了 那现实中的东西呢 我们就看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给大家请来的是哪 两位大师啊 第一个就是王晓涛 王晓涛先生在画这个鸢尾花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它的用笔啊 其实非常的轻松 大家看到没有 你看它的用笔经常会出现这种散风的状态 而且这个甘笔啊 如果有的时候这个甘笔散风多了一点点之后呢 你会感觉你所画的对象非常的有精神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再去 不管是画枝干 还是画这个叶片 还是画画头的时候 有的时候不妨多用一点点 这种可笔散风的技法 可以多去尝试 再一个就是它下面的花托 刚才我说过了 它是一个偏向于小小的瓜子的两个小瓜子 这边一个 然后这边一个 它的现实中是个这个样子 但是到了明家作品里面 你们去发现没有 它变成了三条线了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中国画的一大特点 我们不是按照现实中的东西 给它画得越像越好 而是要表达什么呀 表达这个画家的感情和他的一些想法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你看到了孝朗先生这边 他的这个画头变成什么样子了 他就变成那种很碎的用笔 这个线条 看这个线条了吗 非常的碎 是不是啊 而且这个最后可以给他稍微勾一勾纹理 这个就是不同的人的 不同的表达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孝朗先生这个画头 大家看到了吗 他画得非常的简单 你看一个 两个 两个小小的花心 里面那个重色的 然后外边就三个大画板 就结束了 只有五个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 还是我前面说过的那句话 不要纠结于一定要去画几个画板 主要是让你的画面好看美观就可以了 好不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幅案例 这幅案例整体来看 它是有点偏向于一个对角线的构图 从这幅画的右下角 然后一直到了左上角 对不对 上面有几朵花 而且颜色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小螳螂 小螳螂它是被于这个宣草花的下方 其实大家在去画的时候 你即使加完这个螳螂之后 你也会觉得下边这个东西有点空 对不对 它这个地方留的空白是蛮大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下面稍微点一些这种非常细小的台点 等一下老师也会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台点 该怎么去点 和我们平常点台点的一些方式 可能也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好了 这个废话咱就到这里 下面我们就切换一下场景 然后正式进入这个技法分析环节 我先倒点墨 还是先用墨给大家勾一个 稍微来一点 前边其实说过了 这个螳螂呢 它的整个身体结构尽量不要让它太平 如果说我们去在现实中遇到一个真实的螳螂的话 它在这个往上爬的话 它可能有的时候会呈现出不同的动作 比如说这个放大一下 还是把这个案例我先收起来 总觉得它放在这 等我都放 比如说第一个是它的头部 是不是 它的头其实如果从正面看的话 我们会感觉它是一个三角形 然后左边和右边是它那个大眼睛 然后下边是嘴巴和一些口气的位置 比如说有的螳螂它在这个藤上或者葡萄藤上什么之类的 它可能是呈现出这样一个形状 这个是螳螂肚皮 对不对 然后中间呢是脖子这一截 脖子上边呢就是这个头这一截 然后再往下就是大钳子 大钳子一定要给它画的出彩一些 不要画的太细 然后这个前面还有一截小腿 后边 这是两个钳子 然后这四条腿要给它画的尽量的稍微长那么一点点 长一点点的话 它的动态会更加的美观一些 让它往这走 看不然 这个螳螂有的时候可能会呈现出这种状态 对不对 然后前面两个这种非常长的触角 然后我们再去画的时候呢 可以给它下边加一些这种树干呀 或者说各类的藤之类的 会感觉这个动态还是蛮好看的对不对 它很少会出现那种情况 就像咱们在教科书上 生物的解剖书上看到的一样 这个头呢是在这儿 然后脖子是在这儿 下面是一个肚皮 然后肚皮两边呢是夹子 然后再是两个腿 它很少会出现这种直冷冷的状态 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呢不妨可以赋予它一些不同的这种动态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动态 你看 让它从上往下去走 这个是它的肚皮 是不是 然后如果是稍微偏侧面的话 它会露出了一点点小小的肚子 上面这个是翅膀 然后脖子呢让它往这儿拐 然后最前边是这个头部 夹子 然后后边再是腿 这样可能因为透视的关系看不见 对不对 你看这个动态比如说它在从这个腾上往下去探头 它霸在一个这个很很长的腾上 比如说紫腾啊或者说葡萄腾 然后下边可能会飞着一只小蜜蜂 飞着一只小蜜蜂 看到没有 你看到吗 这个动态是不是就感觉非常的生动 它比那种直愣愣的去给它放在一个树枝掌 放在你的画上要感觉好很多 像之前听那个贾博明老师 就是一个天美院的教授 一个老画家 他来说的时候呢 他那天讲的是鸟 他说一句话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这个鸟的头啊 头和尾巴呀 尽量不要让它放在一条纸线上 大家明白吗 不要放在一条纸线上 如果放在一条纸线上的话 它会让这个动势感觉非常的似板 有的时候我们在画躺能的时候 不妨可以参照一下这句话 尽量不要让它的头 颈 腹 放在一条纸线上 这样的话就太似板了 大家可以明白吗 好了 那下面我们来调一个颜色 然后来画一只 调颜色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先来画一个这个绿色的 虽然我们这个案例里面是这个棕色的 先来画个绿色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绿色的 我们在调绿色的时候呢 可以给它稍微来点吞荒 来一点点的这个花青 好 这两个颜色 大家都知道它是调绿色 非常必备的一个颜料 对不对 但是还有一个 必备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三绿 再画锅锅那一节课 我是不是也给大家说过 稍微放一点点这种实色的话 其实它画来之后 真的是 那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啊 然后我选一只这个小肩猴吧 我还是用这只小肩猴 没吃到啊 咱也是刚开始 你来的真好 不用听PPT里面的东西了 好 我们还是先调色 把藤黄和花青调到一块儿 给它调一个绿色啊 其实大家在调这种比较偏嫩绿的这种草虫的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藤黄色可以加的稍微多一点点是不是 不要太多 这个花青不要加太多 藤黄颗里稍微多一点 然后在里边加入一点点的三绿 你看一条 这个绿色是不是非常的焦嫩的那种感觉 非常嫩 用它去表现这个草虫的身体的颜色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好看啊 甚至这个之前在看王羽涛先生的画展的时候啊 他有一些草虫是直接用三绿和三青画的啊 那种也很好看 但是需要你整体的色彩去把握啊 好了 我们来画一只 画一只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还是先去画他的头部 比如说这个小螳螂 他是在扭着头往右上方去看 对不对 那我们在处理他的头部的时候呢 可以让他的头啊 稍微抬一抬 不要只看到后脑勺 知道吗 你看 如果他的头往上稍微抬一抬的话 我们可以给他找一个这种偏三角形的关系 这是一个小小的三角形 再放大一下啊 好这样 这是一个小小的三角形 然后这个角呢 是对着这个位置的 看到吗 他是对着右上角的 这个角啊 也是嘴巴所在的位置 然后再往下的时候 就是他的脖子 加脖子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中锋 然后给他画出来就可以啊 两头啊 可以稍微尖一点点 其实这个根据螳螂品种的不同 也稍微有一点点的区别啊 有的螳螂呢 他这个脖子可能是从上到下 都一样宽 一样粗细的 还有一种呢 是这样的 有点像一个什么 有点像一个八字形 看到没有 他两边是鼓起来 有点像花生 上边和下边会稍微宽一点点 当然这个走出中国去之后啊 特别是那个热带雨林里边那个螳螂啊 真的是七型怪状呢 那个咱就不算了啊 就这个按照常规的这种 然后再往下走的时候呢 我们要记住那句话 不要让他的头颈腹放在一条直线上 你看我让他的肚皮稍微往这边来一下 是吧 然后再敷个鼻液给他加宽 画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注意尾巴尖 屁股尖的方向啊 千万不要太尖 如果你太尖的话 你这个小草虫会感觉那种很尖刻的感觉 很刻薄的感觉啊 不是特别的好看 这个一定要注意 如果是偏一点点小侧面的话 他的下边可能会留一点点肚皮 用中锋稍微来一点 到这结束 不要记住啊 一定要不要超过这个翅膀的后边这个尖 当然他这个小螳螂的时候 他可能这个翅膀只有这么大 然后后边全是肚皮是吧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咱今天不在这个课堂里面 给他分析这种情况啊 然后再往下走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去加一下他的这个大钳子 在大钳子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大钳子起笔的方向 也就是他生长的位置 是在脖子这一截中间靠上 看到没 脖子这一截中间靠上这一截 然后我们先用中锋点下去一笔 不要太长啊 不要太长 我还是拿个颜料管吧 拿个颜料管 放在这 大家对比一下 不是昆虫刻薄 是从昆虫的身上反映出来的画画的人的性格刻薄 然后再往上就是我们加上他的第二节 那个大夹子一定要记住这个夹是夹子的主体啊 他要画的稍微宽一些 千万不要太窄 然后再是第三节 让他下来 哎 这个第三节有点偏向于那种钉头水味苗的感觉啊 然后在他的肩部上呢 轻轻的稍微扫一笔 这个就是他头上的那个小腿 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点几个刺 这代表他是有鞠齿的 是不是啊 哎 捕猎是非常厉害的 小的时候没少被这个东西啊 又抓又咬的啊 手老是破 然后我们再去加他第二个夹子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让他的动态发生一些变化 千万不要让左边的夹子和右边的夹子出现对称的情况 你看 我在这个地方画的时候呢 我让他的夹子啊 让他往前去伸 这个是往回缩的对不对 那这个呢 我让他稍微的往前伸一伸 然后再去接第二节 然后再来第三节 前面的小腿 看到了吗 这样的话 他的这个动态就会发生了变化 给人的感觉啊 姿态比较的优美 很舒展 是不是啊 然后再往下去夹的时候呢 就需要去夹他的腿 夹腿的时候啊 大家可以在这个颜色里面呢 稍稍的再调入一点点的花青 但是不要多啊 他和锅锅不一样 稍微再来一点点的花青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先去加第一条腿 第一条腿呢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脖子和这个胸部交界的地方啊 交界的地方往后来一点点 不要超过半厘米 然后从这开始 第二节这个其实是身体的第二节 对不对 然后再往下断一笔 往下走 稍微长一点点 然后第三节稍微虚一点点 是不是 然后上面这个也是 第二节过来 第三节往下走 你看 那种非常有意思的那种状态 然后我们需要去加上最后一个大腿啊 加大腿 大腿的时候还是那句话 画的稍微长一点啊 画的稍微长一点 千万不要小 千万不要短 短了之后他的动态是打不开的啊 记住 螳螂是个大长腿啊 千万要记住了哈 再往后走 就是要根据他第一条腿的距离 往后挪个大概有个半厘米左右的位置吧 过来稍微粗一点 把它长一点点 是吧 然后往里稍微一收 这是另外一条 然后再来一条 好 然后我们再去画上他的处须 多小一点 要不然看不清全貌了 画他的处须 画这个处须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 线条要虚 弱隐弱现的那种感觉 不要拾 拾了之后他就不好看了啊 这样呢 我们整个螳螂 他身体里边的结构和动态 已经画完了 但是现在看上去之后 会感觉什么呀 他很平淡 有些结构是不突出的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呀 就需要我们再去给他塑造一下 是吧 再去加工一下 这个加工该怎么去加工呢 就需要我们在 毛笔上稍微占一点重颜色 把他身体里边最突出的那些结构啊 稍微的勾一勾 比如说 我在这个绿色里边 稍微的再加一点点的花青 或者说调一点点的褶石 甚至调一点点的墨都可以 只要比这个颜色稍微重一点点就行 好吧 然后我们稍微加点花青吧 然后把这个脖子看上边 我轻轻的一勾 然后中间勾上一条线 这个小夹子 这些小小的结构啊 一尖一尖的 我们也给他稍微一勾 但是要记住啊 这个线条不能勾的太重 不能太重了 太重了就把我看了 然后两只眼睛呢 在点的时候啊 也是在左边和右边啊 点上两个小点点就可以了啊 然后牙齿周围的啊 这个小口气啊什么呢 也给他表现出来 然后在后走的时候就需要表现什么呀 有的时候有的画家呢 会把这个小腿啊 在一边也去给他勾一道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有的时候可能会控制不好 你这个毛笔的力度是不是啊 如果说你控制不好的话 记住就不要勾了 这个腿已经可以了 好不好 然后我们在他翅膀上 需要勾一点点那个翅膀上的纹理 这个纹理该怎么办 我告诉大家啊 一般来说呀 比如说那些画家们在勾的在画的时候呢 它是呈现出这种鱼网状 看到吗 它呈现出这种鱼网状在勾 但是我告诉你们新手来说啊 对于新手来说 这种啊 不太友好 有的时候勾不好的话 你们会勾成这种方格 会勾成这种方格 会感觉后边它铺了一个塑料布 或者一个大扇布之类的 很难看 很丑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只勾一个方向的 我们就从一边 然后勾到另一边 呈现出这种线条的关系 就可以了 知道吗 但是在勾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线条 要虚 要虚 虚虚的 你看 这种若隐若现的感觉 而且行笔可以稍微快一点点 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你都看不出来 是吧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 肚皮可以给它稍微的分一分结 本来就是节肢动物吗 稍微有一点点就可以了 这个螳螂 咱就给它画完了 看到没有 是不是有点螳螂在跳芭蕾的感觉 其实刚才我还画了一张画呢 刚才画了一个 这个我用的就是那个大师的那种勾法 你可以看清吗 你可以看清吗 放大一下 这个就是用的 最常用的那种网格状的勾的方法 看到没有 如果你想用这种网格状的这种勾法 去给它勾的话 一定要记住 不要让它的格子呈现出那种方块的 方块状的那种形状不好看 我们让它稍微的偏扁一些 呈现出那种菱形的关系 呈现出这种菱形的关系 千万不要是这种方块的 大家明白了吧 这就是其中的一种 好了 那下面呢 我们再换一个颜色 咱们换个棕色的吧 挤一点点的 折湿 然后我们用它和墨调成一个 折墨色 给鱿鱼打花刀的功 确实是啊 确实是这种这个切法 还有给那个腰花 是吧 火爆腰花嘛 卤菜里面的 花刀要不能打得太厚 太厚的话就断了 也不能太粗 粗了之后就不好看 受热不匀 好 我们来调一个折墨色 在调折墨色的时候 呃 建议大家在画草虫的时候呢 这个折墨色不要调的太重 要是加墨加了太重之后呢 会让你的这个 怎么说呀 会让你的虫子显得非常的老 非常的脏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调的时候呢 就是多加一点点的折湿 然后少加一点点的墨 甚至有的时候我会往里边 加入一点点的那个 就是 珠标啊 或者是藤黄 稍微来那么一点点 它这个颜色呢就会显得比较的嫩 好 我们调成这个颜色 然后我们来换一个动作啊 比如说我们让它从上往下去打 好不好 比如说下边有一个蟋蟀 它看见了想吃它 然后往下去打 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需要写式先去表现它的头部 头部依然还是一个三角形啊 一条横线 然后上边下来 看到吗 这个颊就是嘴巴的地方 就是嘴巴的地方 后边是脖子 中锋过来 水分有点多 这脖子阴影的稍微有点大 咱们把这个头部加大一点点吧 然后后边就是它的肚皮 就是翅膀后边 对不对 翅膀后边就是直接中锋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负一笔 再加成这个 适当的宽度 是吧 然后再往后呢 就是加上它的这个钳子 加钳子的时候呢 依然还是找这个 第一节哈 在整个的脖子中间靠前的位置是 这样 第一节 然后第二节 第二节稍微粗一点点 然后连接第三节 第三节是一个尖的啊 这种钉头水分有的方式 我们给它加出来 这是第一个就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去加第二个 第二个呢 它可能会有一点点这种 动态上的变化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不要让左右两个钳子对称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持点啊 比如说这个钳子呢 第一节可能漏了一点点 是不是 然后第二节呢 让它往这走 然后第三节往这走 哎 看到吗 它就会出现一个这个动态上的区别 是吧 然后再往下走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画上它的腿 前腿 然后这边的前腿 你给它画出来 这个小昆虫的腿啊 有的时候透视是一个小难点啊 有很多同学这个身体结构啊 他很了解 对不对 但是在加腿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加错了 哎 就一切全毁了 所以还是这个 多看一下 多看一下 多去给它理解一下 可能是这么一个 比较别扭的动作 然后我们在上边呢 可以给它加上一个小小的腾 等一会啊 前边的出脚 勾得非常的细啊 可以看清 然后我们 再用比较重的 比较偏重的颜色啊 加边墨 给它复勾一下 身体上的最主要的这些结构 就是说 脖子 两边 然后中间来到 这些 最主要的啊 这些 腿上 然后稍微来一点点 后边也是 虚虚的 给它勾一个 不要太实啊 不要太实 然后下边呢 我们再去给它 添一个 打疼 或什么之类的 要不然的话 总感觉这个 很别扭是吧 感觉螳螂喝醉了 喝醉了 那种感觉 那边下边 可能会有几个疼 它在练醉拳 下面 比如说补个小苍蝇啊 小蜜蜂啊 或者说小这个 其他的小的飞虫 是吧 都可以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姿态 螳螂拳 一说螳螂拳 我就想起来那个谁 就是 李连杰的师傅吗 是吧 叫于海 是吧 于海先生 螳螂拳大师 好了 这个螳螂呢 咱就画到这了 大家可以理解的话 给老师回复个数字2 好不好 如果理解的话 咱下边就来看一下 鸢尾花 其实鸢尾花 你们在正式课里面 已经学过了 是吧 那在这呢 咱们就稍微的 再说一点点 好 走 咱们来画一个紫色的 咱在调紫色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 那个之前给大家说过的 三种不同的蓝色 去调出三种不同的 这个紫色来啊 你可以这个 多去实验一下 今天呢 咱们就用花青 调薯红 这样调出来紫色呢 其实是最重的啊 其实它是最重的 然后来一点花青 再来一点鼠红色 拿一支不相关的笔 就是这节课 我们用不到的笔 用它 去把这个紫色调和起来 调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把鼠红 加花青 往下去调 调的时候 可以把它 往这个盘子面上 给它铺一铺啊 千万不要这个 加很多水啊 也不要让它 就是直接聚成一个球 聚成一个堆 那样的话 你蘸色的时候 其实不好蘸啊 取色不好取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 像摊煎饼一样 在这个盘子里面摊开 然后你再用笔去去色的时候 就很方便啊 而且很容易出现层次感 好 要点记住 花青怎么办呢 少加点 不要加太多 加太多了之后 你这个紫色会显得有点脏啊 而且很暗淡的那种感觉 好 我们用这个紫色 然后画一个这个鸢尾画 这个的这个画形 放在这吧 要不然的话 感觉有点别扭 你们能看见就行 好 往这 然后呢 请出我的大剑号 我一直在用它去这个 画剑号 用一样的笔调色 是啥意思 就是 用完这支笔 你说这个吗 你说这个吗 用我画号的笔直接去调啊 对啊 因为洗笔 它麻烦啊 我上课的时候 这个这个地方只有一个笔洗的水啊 如果弄脏了之后 我也没法去换水 我到时候我说 哎 大家等等我去换个水 不太像话是吧 然后我们取色的时候啊 可以用一下这个 这种方式 把你的毛笔呢 当成一个小刷子啊 这现在它是用这个水给它润开的啊 给它润开的 然后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刷子 在你的盘子里呢 轻轻的舔一下 看到没有 现在啊 毛笔的这个面呢 是有颜色的 然后这个面是没有颜色的 对不对啊 我们在着纸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用没有颜色的这一面去画 这样的话 你的这个颜色啊 会透过整个的笔方 然后再出来 它会在里边和水 和你的毛笔啊 有一个很柔和的融合的方式 所以你画出来的颜色呢 就非常非常的通透 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技法啊 包括以后大家再去画牡丹 或者说画各种那种鲜艳的花瓣的时候 都可以用到这种技法啊 比如说我们在去画的时候呢 还是像我之前告诉大家那种方式 是吧 不要在意你的花瓣的数量 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花瓣 该怎么去办呢 该怎么去办啊 你看我直接中锋用笔点下去 然后往下去收 看到没有 看到这一个花瓣了 看到这个花瓣 它的颜色怎么 我放大一下 王上老师也这么说了是不是 所以这个方法经过两位老师的加持啊 经过两位老师的推广 大家一定要去用起来啊 真的是非常好用的这种方式 你看现在这个颜色 上边 它是一个非常浓重的颜色 然后再往下走的时候 还是要根据我第一节课说给大家那种方式哈 不要 让你的毛笔尖从上跟到尾 知道吗 千万不要从上直接给它画到尾啊 这样的话你的颜色是不通透的 所以要把你的毛笔按下去 在那个书法里面我们经常说 一分笔二分笔三分笔是不是 一二三分笔讲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你的毛笔啊 按到什么样的位置 一般来说书法不推荐 按到这个超过毛笔的一半 对不对 特别是写凯说或什么这个小字的时候 他不推荐这个笔封啊 按下去一半再多 但是在画画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按到笔根 我们要善于去运用自己的笔封啊 你看我们在用笔的时候就是这种方式 是不是 有的画瓣呢 有的笔封呢 它可能比较大 所以用笔的时候啊 可能会出现一点点小的调整 比如说点下去之后 这是左边的一半 然后再加一笔 这个是右边的一半 你看这个画瓣在去画的时候啊 它比较的圆厚一些 是不是啊 它比较圆 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形状上的变化 但是有的情况呢 它可能就不是这样子啊 它那个画瓣可能会发现 你会发现它更多一些 赋予一些变化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啊 就是我自己经常会用的一种用笔 是这样 它非常的碎 看啊 现在还是有点偏小小的散风用笔 是不是啊 它是一个小刷子的状态 然后我们直接用小刷子的这个面 就没有颜色的这个面啊 它直接去入纸 看 这个点下去 第一笔我没有起来 没有抬起来 完全离止的情况下 然后接着 把第二笔给它点下去 然后第三笔 这样 左边这个画瓣的地方 咱就给它画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去画它的右边 一笔 不用抬起来 然后第二笔 第三笔 稍微往上一揉 看到了没 看到了没 这个地方它整个的画瓣 外围呢会出现一些这种起伏的变化 明白吗 比如说这个地方会不会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的话 还有一个好方法 就是你在取完这个颜色之后呢 给它稍微揉一揉 就是多取一点点就可以啊 你看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了吗 它有非常淡的紫色 这个干了之后它也不会霉 只不过它会变淡而已 这是另外一种 这个用笔的方式 还有一种呢 可能会更简单啊 就是两笔 取笔的时候 取颜色的时候 是不是 把这个毛笔啊 往下趴一趴 多取一点 大约是取了毛笔 笔封的三分之二左右 然后再去加 比如说这个花瓣是朝上的 我们再去加的时候 一笔 然后再去复笔 调整它这个花瓣的外围的形状 花瓣的根部呢 可以稍微的留一点点的非白 然后这样它就出来了 可以明白吗 其实我们在单独用的时候 你有的时候看上去之后 它不太像 是吧 但是没有关系啊 它没有关系 我们在这个 整个花头给它组合起来 你就觉得像了啊 下面呢 我们就来画一个花头 来画个简单的 还是用这种取色的方式 给它取出来 可以多取一下 占到毛笔的三分之二左右 要记住 这个颜色 占得稍微重一点点 不要太少 我们在中间的话 其实一般说都是三个 是吧 它的用笔会比较的偏小 并不是特别的宽 也不是特别的长 我拿一个颜料管 放在这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是吧 然后在它的旁边呢 我们再给它加一个 比如说让唐这去做 这是第二笔 然后第三笔 第三笔啊 要注意一下这个方向的变化 比如说它这个第三笔是在这 是吧 大家再去加这个三的时候 一定要去注意 国画里边 还有是中国文化里边 三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其实到了国画里边 一般来说 传三巨五 传三巨五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三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一个小小的组合 它是最低的一个单位 然后用这种三 再往外去组合 它才会慢慢的 逐渐去变多 去变大 但是啊 比如说我们点抬点的时候 就像说传三巨五 或者说画松针的时候 是吧 那种方式去给它组合 但是在这加这种单独组的时候 切记要避免花瓣的雷同和对称 你看我现在加的这三个不同的花瓣 它们的大小还有形状 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说你把这三个花瓣 加出来之后 它呈现出这样的关系 你给它加成这样的关系 它真的就丑暴了 它真的是丑暴了 是不是 它完全没有变化 而且让你的画面显得非常的不灵活 一定要注意 避免这种状态 然后我们这个花瓣 给它画完了 往外去加的时候呢 就需要注意什么呀 注意你的花瓣开始变宽了 对不对 然后有的时候呢 甚至可以在毛笔加上轻轻的点一点水 让它稍微变淡一点点 在毛笔加上轻轻的站了一点点 然后往上去走 比如说左上角还有这个 左下角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花瓣 看到吗 看到我的笔峰是暗下去的吗 然后这个是右边的一半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左边的这个花瓣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左边的这个花瓣 好 可以让它出一点点的非白 这个小花瓣 下面这个比较大的花瓣 咱就给它画出来了 然后再往四周去加的时候呢 把右下角的这一个 我又在毛笔加上稍微沾了一点点水 然后再去加 让它往右下角去加 这样按下去 低笔 然后再来笔 有的时候呢 甚至我们可以出个尖 甚至可以出尖 其实鸢尾花里边 带尖的非常的少 但是不妨碍 我们有的时候为了整个画面 让它赋予变化一些 可以给它带个尖 明白吗 这个宣草花其实带尖的比较多 但是你画宣草花的时候 就不能全带尖 其实国画有的时候 也是辩证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去把这个整个的花形 给它复一下来 现在我们画了几个花瓣了呀 一二三四五五个花瓣 对不对 比如说左上角 我得给它来个打点的 直接点下去 然后往里边去走 要记住哈 你这个时候 得把它按下去 按到毛笔的笔度 为什么呀 因为毛笔的笔度 这有时候水多 它加上去之后吧 它的颜色是偏淡的 即使和重的花心 挨到一块 它也不会阴沉一片 如果说你直接毛笔尖 从前拖到后的话 这个时候全是重色 你就会发现 你的这个花瓣 和里边的这个重色的花心 融成一片了 这个完全没有层次感了 这个就是用笔的时候 我们再这个 又一点点小小的诀窍 对不对 要把它按下去 然后 换了一笔 右上角 右上角的花瓣 再补一笔 淡淡的 这样 其实我们这个小小的约维花 就给它画完了 画完了之后呢 可以稍微的来一点 太白色 稍微积点太白啊 其实我们在勾它的这个纹理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等它半竿再去勾啊 现在勾的话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走 然后我在这给大家演试一个完整的 我直接现在就给它勾上了 然后调这个太白的时候呢 要记住不要调的太浓 太浓的话 上了花瓣之后呢 它会显得干 水分也不能多 太干太多了之后呢 如果这个花瓣没有干的话 它会阴的一塌糊涂啊 所以要掌握这个度和这个量 然后我们再 我们七笔的时候 是不是翻成了左右两半 你看左右两半 左边的这一半的时候呢 我们往这边去勾 看到没 这个线条要让它稍微的灵活一些啊 然后右边这边呢 让它往这边去勾 让它呈现出那种 对着去生长的那种关系 是不是 不要一致啊 千万记住 这边花纹啊 不要一致 你看这边 往它这样去勾 这边呢 这边呢 就改成了这样 里边呢 也是啊 到了这个小的花线里边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给它分成两半了啊 没有必要去分成两半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勾成一个 勾成一个方向就可以 这边呢 但是要记住 不要所有的花啊 都是从尖勾到尾 那这个我就给它斜着勾 勾出来之后 它也是非常好看的啊 就证明呢 这个花瓣的姿态 会更加多一些 好了 纹里给它勾完 我们可以在毛笔甲上啊 轻轻的蘸一些 藤黄色啊 但是这个藤黄色 一定要记住 不要太浓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紫色和藤黄色呀 它有点偏向于这种互补色 是吧 如果它俩 加的太多了之后 它会显得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脏 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脏 然后再往下 我们顺势给它加上 这个质干 还有下边的这个花托 多加点这个花青 它是左边一半 然后右边一半 这么一个形状 是不是 这个包窍 下边实在是这个画件子啊 如果说加什么呢 加这个花包的时候 有很多 花包的用笔其实会更简单一些 去一点点的色啊 最简单的花包用笔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呢 它就是从上边然后直接画下来 一笔就可以了啊 有的呢 就像画那个千牛花什么的时候 它觉得如果这个一笔的话 它感觉没有变化 太那个什么太死板了是吧 它可能呢会给它分成几笔去画 比如说它在左边一笔 然后右边稍微小一点 给它画成两个 甚至有的人他这么去画 上方 滑下来 然后到这慢慢的收 左右两边可以给它勾上两条线 它这样也去画 然后我们再在里边啊 勾一点太白色的纹理 那记住勾纹理的时候呢 也不要勾得太直是吧 可以斜着给它稍微勾一勾 这边也是 这边往左边斜 这边往右边斜 这花包它不就表现出来了吗 好 这个就是花和花包 大家可以明白吧 冤尾花啊 好 然后下面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叶片 说叶片的时候 我们要说一个用笔的方式啊 这个用笔的方式就是 托锋 什么叫托锋呢 其实就是把它歪倒 调绿子啊 把你的毛笔啊 躺倒一下 然后用毛笔杆呢 带着毛笔风去走 你看 在行走的过程中啊 大家有的时候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笔风 比如说这样 看了吗 在行走的过程中啊 让它出现一些那种颤笔 那种哆哆嗦嗦的感觉 这样加出来之后 你会感觉这个线条还是蛮有质感的 对不对 要切记哈 我们在用托锋的时候不要这样托 如果你从左边拖到右边的话 你看整个过程中是没有这种气符变化的 会让这个线条显得从左到右 非常的光滑 非常的滑 对不对 它加出来之后就不够自然 再来一个啊 稍微偏一点点的散风 这种小小散风的状态 然后用这边过来 托风啊 去走 在走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让你的毛笔啊 有一点点这种高低起伏的变化 看到没有 再来一个 这边 说一下笔 看到没有 用的就是这种技法啊 就是毛笔杆带着你的笔锋去走 然后在行走的过程中呢 稍微的有 或者说你黏一黏毛笔杆啊 或者说颤动一下呀 是不是 它出来的线条就会显得非常的灵活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直接逆锋去画 什么叫逆锋啊 就是把你的毛笔啊 当成一个红鹰枪 直接给它刺出去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这样拖着它走 像拖把一样是不是 那有时候逆锋的话 我们把它直接这样刺出去 你看我从这个地方去画 然后有点干了 这样下去 然后往前去走 这样出来的线条 有的时候它会更松 更加放松一些 对不对 所以大家在去运用 这个笔锋的技法的时候呢 要学会灵活去运用 那这边 看到吗 然后右边 比如说我们在画那种很虚的草 和画里边 经常会用那种很虚的草去给它 让它构图显得更加丰富一些 是吧 有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用这种 脱锋 或者说这种 逆锋的方式 去给它画出来 甚至有时候加枝盖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 在一些老画家的这个作画的视频里面 大家经常会看到这种技法 它用脱锋的方式去给它画枝盖 稍微沾点墨 它这样直接脱下来 然后到了小枝上 它改成中锋 看到没 这个就是经常会用的 而且他们枝盖画的时候 有的时候不按常理出牌 不按常理出牌 哪个地方不好 突然来一笔 它不知道长在哪 这笔它不知道长在哪 但是它有 所以它最主要的目的 其实还是让它整个画面也好看一些 好吧 大家可以理解吗 大家可以理解吗 脱笔尖对不对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拖吧 去用就行了 把它当成一个拖吧 然后直接这样拖着 在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让你的线条出现一些变化 千万不要太滑 太滑了之后就不好看了 还没有变化的 还死板 好了理解的话 那咱就进入这个案例吧 好吧 按例 走了 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 画案例的时候呢 大家就提出来 我再给大家想想细细的讲一遍 好吧 还是先定一下位置 把案例放出来 你看这幅画啊 这个案例里面两朵花呢 它是位于整个画面的上方 对不对 我还是拿一个颜料稿 放在它中间啊 来表示它的行中线 它这两朵花呢 大体上是位于左边啊 右边的很少 最主要的是有几片叶子 是吧 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把它安排在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 是这个紫色的花 然后在中线呢 比较靠上的位置 是这朵蓝色的花 是不是 然后所有的叶片 要让它往右下角去给它拒 但是不能拒到这个角上 要让它往大概是在这儿 大概是在这儿 拒到这儿 也就是有点偏斜 然后这边是螳螂 下面是一些台点这种方式 好吧 最重要的问题呢 就是把你的花的结构画得好看 再一个就是 让叶片的组织的方式让它好看 其他就不重要了 明白吗 好了 那下面咱们就正式开始 还是先放在这儿吧 定好了位置之后 我们再去画啊 第一朵花的花瓣呢 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啊 是在这儿 我们从这儿去 它大概是位于横 不是 竖中线到左边的这个边缘线的中间 看到没 它在这个中间 但是它位于你的整个画面的横中线 它是比较近的 这段距离呢 大概有一个颜料管的距离 大概是一个颜料管的距离 大概是一个颜料管的距离 我们从这儿起笔 就可以了 好可以吧 然后我们拿走了 我把手拿走了 我们开始来画 还是稍微的润一润毛笔 我们来取色 把这颜料盘放在这儿吧 把它当成一个小盘子 把它当成一个小刷子 小盘子 然后再一面去取色 然后用另一面去画 其实这个测页上的纸 它并不是特别的稀色 所以画出来的颜色有时候不是特别的透明 我们中锋 我们中锋去用笔 先去画出它的画芯 从这儿去起 看到没有 从这儿开始啊 就是刚才我们定好的那个位置 我们先来一笔中锋 点下来 然后放大 好 然后在第一笔花芯的基础上 我们要把那个三笔花芯给它画完 是不是 你看第二个花芯呢 我们可以在它的右侧 让它画的稍微长一点点 不要那么矮了 可以稍微长一点 然后第三个花芯呢 在它俩中间的这个空隙里面 我让它朝这儿 OK 稍微长一点就行 不要接得太实 可以虚虚的 出一些非白 怎么出非白呢 就是要证明你画画的时候 速度要稍微快一点点 对不对 我喝口水啊 紫色怎么调的呀 紫色就是花青加属红 花青不要加太多 加太多了之后 它会显得暗 有点黑 是吧 就这个颜色 可以多调一些 然后我们再继续 继续去加哪一个花瓣的时候呢 比如说随便加吧 加它左下角的这个 左下角的这个 我们在起笔的方式 可以在它的左下往下拉一点点 大概说到这儿 来个4厘米或者5厘米 5厘米或者4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你看我还是中锋起笔 然后按下去 看到吗 把它的毛笔起码按到了笔度 起码按下了一半去 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再强调一遍 不要只用笔尖 不要只用笔尖 明白了吧 然后这个是左边的一半 是吧 我们要去加其他的一半的时候 你看在这儿 我再负一笔 哎 松松的 虚虚的 负一笔 就可以了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下面顺势 给它画一个尖 当然这个尖 不是这个绝对的 不一定非要有 不一定非要有 上课最重要的问题 就比较非嗓子 其他都没有什么太辛苦的事 这个左下角的这个画板 再给它画出来了 是吧 然后我们再画它旁边的这个 这个画板是位于这个空档的中间 我们要给它放进去 当然要记住 这个画板不是特别的大 也不是特别的长 极比的位置呢 大概是离着这个 看这个 小画板的 它仙的这个位置 根这个位置 往上走个三厘米 四厘米左右 从这儿去开始 依然还是 点下去 然后慢慢往里去收 现在扫一笔 可以出一点点的非白 如果说觉得 这个画板这个形状 是不是有点太规矩了呀 是吧 那我们可以在有些地方 给它复一笔 把它的形状给它打破一下 这样的话 它会显得更加的 好看一些 更加的灵巧一些 再沾点颜色 我又沾了一笔紫色 放这儿了 看不见 再沾一笔紫色 然后我们去画其他的 这个画板呢 其实和它呀 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 就是有点那种 位于第二层的 那个中等画板的感觉 是吧 所以去加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中锋去挤笔 毛笔尖和纸去接触 轻轻的 虚虚的 然后出来个一厘米左右 我们需要用毛笔 给它按下去 按下去 然后往右下方去走 轻轻的 出一个尖 就可以了 那里方别的不好看的话 还给它稍微调整一下 它的形状 可以跟上吧 然后我们再把下面这个画板给它画出来 这个画板在画的时候呢 还是用了一下我常用那种笔法 这个笔法比较的碎 大家在继续加的时候呢 要记住 毛笔尖啊 尽量不要去离纸太多次 离纸太多次了之后 把它会显得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碎 我们可以在这个汽水纸上啊 轻轻的给它碾一下 把它碾成一个散风的状态 看到吗 它是一个小散风 很别扭对不对 然后用它去加的时候呢 会让你的画板出现很多非白的地方 一笔 两笔 然后这样抹上来 看到没 不要让毛笔尖尖尽量不要离纸太多次啊 然后它的另外一半也是 稍微来一点 大的画板 再给它画出来了 是不是 其实有的时候呢 这个散风用笔也非常有讲究 其实散风出现的状况大概有三种 散风出现的状况大概有三种 第一种是什么呢 我在这给大家拓展个知识点啊 第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你下去了之后拾起 然后虚收 让它的收笔的地方出散风 这是第一种 看到没有 这是这个收笔的地方出散风 第二种呢 是在哪一个位置上 是在你起笔的位置出散风 起笔的位置出散风 这个比较的 对于新手来说不好掌握 所以需要 你在起笔的时候啊 稍微把你的笔封啊 要给它调成一个散风 甚至有个画家 在去调的时候 他故意把这个毛笔 笔封看到没有 给它撕开 然后这样去画 它起笔的位置就是散的 然后再调整一下笔封 给它按下去 慢慢的去收 你看 你会发现它收笔的地方 是没有那么散的 它是没有那么散的 这就是第二种 这是第二种 散风的状况 还有第三种 就是在行笔过程中 调风 让它出散风 这种呢 长眷于画藤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起笔的位置 这个地方起笔 比较圆厚一些 对不对啊 然后在行笔的过程中呢 让它出散风 看这儿 这儿 就需要你在纸上 不停的调整你的笔封 是解决我之前说过的 我们要 碾一下笔管 碾一下管 就是这样 它出来就这三种不同的状况啊 大家可以在笔记本上稍微记一下 然后把这三种状况呢 在课下的时候稍微练一下 好不好 这就相当于我白送给大家一个支点啊 然后我们再继续 把这朵花给它画完 还有一个花瓣 这个花瓣呢 是在哪地方 是在这儿 我们从它这个地方啊 依然是中锋去行笔啊 画的比较的窄 是吧 然后按下去 这是这一把 然后再在它的旁边 我们再附一笔 就是另外一个小小的花瓣 就可以了 甚至有的时候 老师我觉得这个花瓣不是特别的丰满 我觉得这个花型不是特别的丰满 是不是啊 那就在毛笔上啊 稍微蘸一点点的水 觉得哪地方 不够丰满呢 用这种非常淡的字 用这种非常淡的紫色 你看轻轻给它补一笔 这边也是 轻轻的补一笔 你会感觉这个淡色有和没有啊 它起头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你看沾上这个淡色之后 它会感觉整个的花型会显得更加的满 不是那么的松 大家可以画到这儿吧 然后我们用藤黄色淡一下 稍微淡淡的 把它花芯 其实有的这个品种不同 是吧 它这个里边的花纹或者什么的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就是在这个花瓣的根部 这个芯部这个地方 稍微有一点点的偏黄 我们就用淡藤黄 给它稍微点一点就行了 然后再需要用太白去勾 把这个花瓣去勾上 把这个白调开 把多余的水分给它吸掉 不要太湿了 太湿了之后 它会让这个花瓣 阴阴的有点厉害 然后把这个花瓣给它一勾 这些也是啊 一块给它勾上 还有最后一节课 最后一节课的时候 会再给大家拓展一个支点 然后咱们就剪课了 里边这个小花瓣的时候呢 也是要记住啊 尽量不要太直 从一个尖到另外一个尖 如果那样勾的话 它会感觉很老实啊 太老实了 这个不好看 下节课呢 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几种不同的液金的勾的方式啊 比较常见的几种 好吧 应该到现在为止 应该到现在为止 有很多同学也是非常困惑这个事 这个液金到底怎么样去勾才好看 其实怎么说啊 有的时候啊 它勾的方式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画这个东西啊 有点像些小说一样 要逻辑自洽 它才会整体啊 你要有自己的风格 它才会好看啊 啊 这个画纹 咱就给它勾完了 这个白色稍微有点脏了 这就是第一朵画 是吧 然后我们在它旁边呢 去画第二朵 第二朵这个蓝色的花啊 有很多人在画的时候呢 他喜欢用这个太清蓝 那个颜色 或者说用太白加太清蓝 是不是 但是我不太喜欢太清蓝这个颜色 因为这个蓝色太艳了 所以呢 咱们这一次课呢 就直接用花青去给它画 然后我们把一支毛笔 直接去调花青色 这个花青在这儿 看不见了是吧 看到这个花青了吗 我把它放到另外一个盘子里吧 要不然画大家看不见 稍微挤一点点 然后还是先调淡花青 你看 先调淡花青 我为什么要先调淡的花青 大家明白吗 我先要用这个淡的颜色 在毛笔上打个底 是不是啊 这样你再去蘸浓的话呢 它会出现一个颜色的层次 而不是说从上到下全部都是一个色 笔封调到四分之三左右 它都是淡的花青 然后上纸之前呢 在你的毛笔的笔尖上 稍微的蘸一点点浓的花青 非常的少 大概是蘸了整个毛笔笔封的四分之一左右吧 从它这样去开始 当然可以用咱们之前 刚才教给大家的机法 你在一边去蘸花青 然后用没有花青的这一面 去给它这个着纸 让它和纸接触 这样你再去画的时候 它会显得更通透 是吧 起笔的位置呢 大概是在竖中线上往下 竖中线上往下 大概有个五厘米左右 我们从这儿去起 依然还是第一笔 然后第二笔 看到吗 第三笔 大家在说说 大家还记得吗 尽量不要让它对称 我们要想方设法的 让这个三笔这个花心 有一个形态上的变化 然后我们可以在毛笔架上 轻轻的蘸一点点的水 让它变淡 然后在周围呢 补一些这种层次的淡的这种花瓣 是吧 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花形 会显得更加的丰满一些 补了两个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你看在补它俩的时候也是 不要对称 对不对 时刻提醒大家不要对称 然后我们再去加上其他的 其实不光是这个什么 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就对 其实两个相同的花也没有 所以我们要让它赋予变化一些 然后我们先加右边这个花瓣吧 先加右边花瓣 从花瓣的这个根部位置 依然还是中锋起笔 稍微细一点对不对 然后往外走个一厘米半左右 我们用毛笔给它按下去 揉一下笔 慢慢收起来 这个就是花瓣的一半 然后在它的对面 我们再过来 可以出个尖 是吧 不出也可以 这个花瓣尖 并不是一定的 但有的时候稍微有 它会调整整个花的节奏 然后再来调花青 沾一点重当 把这个给它画出来 这个画的时候呢 还是依然用咱们比较碎的那个笔法 沿了狗放在这吧 要不然画大家有的时候可能 不知道它多大是吧 一样是 一笔 两笔 三笔 这边也是 一笔 两笔 三笔 好 画板 就画上来 有的时候 中间这条缝 大家 不用刻意去给它补上 它要是有的话 甚至有的时候 它会感觉更加有精神 你看 这个我再去补这个 副笔这个画板的时候 我会尽量 有的时候刻意的 甚至说刻意的 给它稍微留一点点的水线 是不是 它会感觉更加的灵巧一些 还剩最后一个画板 咱也给它加上 它在这个 这个角 就这个画板和这个画板 中间的这个空档 滑下去 然后对面 可以再负一笔 把这个画板给它加齐 好了 再用白粉给它勾一下纹理就可以了 大家再去用这个白粉的东西的时候 是不管是你去画画瓣 还是勾这个画上的纹理 切记一个问题 要保持白粉的干净 千万不要让它这个脏了 特别是里面掺上墨 这个白粉就没法用了 一定要在新盘子里去调 这边 你给它勾上 勾的时候呢 你不管这个线条是从里往外 还是从外往里 都可以 甚至可以稍微的用一用笔 再勾一下 感觉不明显 好了 稍微蘸一点点的藤黄 加个小花芯 咱们顺势把它的这个花包给它加上 把这个紫色的花包咱们也给它加上 这个花包呢 它分成了两个一大一小 要注意它们的位置 第一个呢 是在这儿 大概离着这个花包中间 就这块距离 我这两个手指之间距离 大概有个四厘米左右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用中锋 一笔 两笔 给它概括整个小小的花包就行了 然后在它的旁边 再来一个一笔的 是吧 比较偏长的那种 就行了 不用太复杂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花包单纯一点 反而会更好看 拿颜料馆 对比一下 喝口水啊 喝口水 我记得周三那天 不是周三那天 周二那天 上课的时候我忘了带水了 最后讲的我口干舌道 好 大家可以跟到这儿吗 跟到这儿的话 而且画完的话 给老师会复一个数字三行不行 然后这个 我看多少同学跟着我画完了 好 顺便我们把这个温理给它勾出来 好 这么多吗 厉害啊 不错不错 看来正日课上学了之后 下部课再去学 真的是很快的 对 一定要多喝水 大家记住千万别上火 好了 我们把它给它缩小一些 然后我们来加叶片 然后我们来加叶片 用教给大家这种托笔的方式 依然还是去调绿色的时候 多加点花青 多加点花青 花青 藤黄 稍微的再往里面调一点点的折势 折势色不要多 你看这个颜色 一个小时的时间 它已经干了 这个绿色差不多 挂一下 然后开始 加它的这个花拖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注意 用这种以左右这种瓜子的形状 去给它夹出来 你看依然还是中峰区形笔 这个花拖大约该是位于这 左边这一笔可以稍微的细一点点 然后右边这笔可以稍微的宽一点 让它这样 我来 冤尾山茶月季报学 它整个的花青 其实有的时候会稍微的 有一点点的抽象 是吧 月季其实它和这个 怎么说呢 芙蓉花呀 这个牡丹花 这个花瓣的用笔 有的时候是比较屁向的 可以互通一下 把两下边两个花包 把这个花瓣 花拖 一块给它画出来了 然后从上到下 它有一个 画件子 画件子在画的时候 要保持它的稳定性 不要让它出现那种 太大的这种粗细程度的变化 还是放大一下 然后下边呢 会有个包窍 这个包窍有点像什么呀 有点像这个 水仙画的包窍 所有的水仙花的花头 都是从一个包窍里边 撑破它 然后全长出来的 是不是 这个月季花呢 其实和那个差不多 只不过这个花头 没有它那个多 但是呢 它这个结构 它的功能是一样的 都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我们在左边 先加上一个小的 都是用中锋去起笔 是不是 稍微长一点点 然后它的旁地面呢 我们可以来一个 稍微大一点的 你看 这个有点像一个陶叶 对吧 然后里边再加一些 这种小小的花托 这样它的结构就出来了 要让它有那种包裹的感觉 它反而会更加的好看一些 然后这个画垫子呢 要记住在行走的过程中 不要让它太直 如果你从这个地方蹭 直接画一个直线到这儿的话 它就没有姿态了 它一点姿态感都没有 特别的难看 所以让它在行走的过程中 首先往这边弯 然后再往这走 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感 就像一个美女一样是吧 如果这个美女的身材 从上到下全部都一样宽的话 它说不好看 所以让它有一点点的曲线 它才会更加的美观 这个也是 过来 然后先往外走 然后再往里走 那边收 这个地方呢 大概就是位于你的指的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距离啊 大概有一个8厘米左右 这块也差不多 也就是说在下方留一个8厘米宽的正方形 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上边这个也是 在下边找一个花托 一左右 两个小花子给它盖起来 盖起来是不是 然后再往下出个画件子 走到这儿 差不多了啊 然后我们再去加叶片 缩小一些 在叶片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完全用那种 一笔长两笔短的那种方式去给它加啊 就是咱们换栏花的那个行笔的规律嘛 是不是啊 那个口诀 但是在加的时候呢 要记住啊 它的叶片啊 比栏花要宽 稍微宽那么一点点 而且用一下这种脱风的感觉 它出来之后 会更加的自由一些啊 呃 这些叶片 船根的位置呢 要记住 比它要低 它离着这个纸啊 大概这个边缘啊 留个三厘米左右就可以了啊 不要留的太高 留的太高的话 它下面会显得空的 然后低笔 我们来画这个拐弯的 你看这个拐弯的 起笔的位置 其实是在这儿啊 它非常的低 是不是啊 然后它会往这走 然后拐一个弯 然后再往下面去交起来 它是一个这种形状 你看 我在画的时候依然还是 用一下这种脱风的感觉啊 毛笔躺倒了吧 然后笔杆带着我的这个笔风啊去走 你看按下去 到这儿 要注意行笔过程中 可以出现那种 稍微的变化一下 是不是啊 或者说 稍微的抖动一下 这样出来的叶子呢 它会显得更加的灵活一些 更加的灵活 这是第一笔 一笔长 两笔短 第二笔呢 我们就让它往这个地方走 它 画件子右边拉 拉过来 离着这个画件子 大概中间有个一厘米左右的距离啊 从这儿开始起笔 甚至你可以超过它 也可以啊 超过它或者和它平齐 都差不多一样 然后往这儿去走 好了 滑下去 两笔短 要记住 船根 这个就非常窄了 这个并不是特别的宽 拿颜色管吧 我来对比一下这个叶片 不到一个颜料管的宽度 但是也差不了太多 这个就非常的细 和花件的差不多 应该有个三毫米左右 这是第二笔 是不是 然后第三笔 三笔破凤岩 我们就可以从它的这个地方去起 起出来之后呢 然后往右边去走 往右边去走 一样还是托风过来 这三笔啊 其实在组织兰花的时候啊 它都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 是吧 我们再加其他的这个 整个的组合的时候呢 也是用这种方式啊 比如说 我们先来加个一笔长的 这个呢 非常长 它有穿过这个花瓣 从上到下 突破了这个画面 是不是 然后往下去走 走到这个船根的地方来 这是长的一个 然后两笔短 第二笔短的呢 可能比其他的要稍微长一点点啊 它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是第二笔 然后第三笔呢 从这个地方出来 是吧 是吧 你这样 这样我们用了两个组合 是不是 其实就是六根线 哎 我们用了六根线 给它组合起来之后 你就会感觉这个地方 其实非常的茂密了已经 哎 你用这种一笔长两笔短 三笔破风眼的方式 给它组合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所有叶片不乱 对不对 它不是特别的乱 哎 这就是对这个古人的这个智慧的结晶 对吧 然后我们再去家的旁边 要有一些装饰性 如果不去家的话 这个地方会显得稍微的有一点单薄啊 你看 再去加线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可以 也可以稍微随意一些 你看就可以 这两个 然后左边的 也是 那线条稍微利索一些 随意一些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 我觉得 哎 这里边这个 层次感还是弱 还是稍微有点弱 那我就在毛笔甲上 稍微蘸一点点的水 稍微蘸一点点的水啊 然后在里边 再找找 地方觉得不好看 是吧 层次感少 再给它找一找 这样之后 它就会又增加一个层次 好吧 花心儿再画六个花瓣 不一定啊 不一定 有的呢 你像这个 那个谁 肖朗先生啊 他画完花心儿之后 再画三个大花瓣就行了 他就整个画成六个 整体还说 还是那个问题啊 不要纠结于 它到底有几个花瓣 整个让它好看 整个花心好看起来 就可以了 然后下边 我们要把 这个液金啊 给它稍微勾一勾 之前给大家 就是 说过啊 其实我之前上课的时候 也给大家说过 其他的这种勾液金的方式 它是整个全部勾满 是不是啊 但是这个呢 我们不勾满了 我们只勾一个主金就行了 你看从头到尾 只勾一个主金就行 但是要注意 你的主金啊 不要全部位于 这个叶片的中间 也不要 非要均匀于啊 它很均匀 你看到这儿 它断了对不对 然后再往下走的时候呢 我再从这个地方开始 然后这边 整个从上到下差不多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然后上边也是啊 给它稍微勾一勾 甚至有的勾到这个叶片的一侧了 也可以 不要太重啊 稍微有一点点就行 其实有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作品里边缺少了一点这种重色 它感觉不好看啊 这种重色是调整我们整个画面的结构 它可以压得住 好 勾差不多这天了啊 不要勾太多 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勾也可以不勾 上面就不用勾了 那么这个圆维花就画完了 画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画这个螳螂 这个螳螂呢 是在这个位置上 它是在这儿 其比的位置呢 大概是位于你这个树中线往左 有个7厘米左右 从这儿 它是头在这儿 然后离着这个下边这个距离呢 应该是有个颜料管左右的这个宽度 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我们放大 画一个 还是一个褐色的哈 画一个折磨色的 就不要画绿色的 因为叶子本身就是绿色的 你要再画上一个绿色的 它就稍微有点雷同啊 突出不出来了 选一个小电号 没有小电号来画 调色的时候呢 还是要注意那个问题 墨色不要加太多 加太多了之后 它会脏是吧 这个墨色站的有点多了 这时呢 可以适当的稍微多一点点 好了 我们用这个颜色去画啊 画的时候呢 还是要找它的头部的位置 就在这儿 是吧 因为它是朝左边去走啊 但是我们不要这个很实在的 给它画成一个侧脸的形状啊 如果它是一个侧脸的形状的话 它是一个这个 从上到下的这么一个 偏三角形的一个结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 你不要画成这么一个形状 它不好看 所以呢 我们要让它画成一个 这样的三角形 看到没 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让它眼睛左边和右边一个 然后它就那种一扭头 在看着我们的感觉 是吧 人和画之间就产生了联系 画一个小小的三角形 下边的尖呢 朝着D 也就是它嘴巴的位置 有点小啊 大一些 然后呢 我们再画出它的脖子 还记得那句话不 我之前给大家说的 这个画鸟和画虫的一个秘诀 不要让头胸腹三个结构 在一条直线上 是不是 但是 这个也是分不同的这个虫了哈 你说这个 呃 天牛头胸腹 不在一条直线上 它也不可能啊 因为它本身长的 就是在一条直线上 它也翻不开是吧 我们让这个脖子 稍微往下来一点点 然后再让这个肚皮呢 往上翘一点 你看这样的话 它整个的动态会显得更好看一些 稍微找找翅膀上的形状 哪个地方不好看 稍微给它补一补啊 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的往下再来一点 稍微宽一下 其实这样的话 它会更符合现实中的虫的那种动态 然后再往下可以露一点点的肚皮 要记住肚皮和翅膀这个之间 稍微有一条水线 不要画太具体 稍微有一点点就行啊 然后再去画它的大钳子 稍微再蘸点墨 放这吧 钳子还是仍然要避免动态移制 中间这节稍微宽一点 然后第三节 就是这节上的腿 然后中间钳子上面的这个小锯齿啊 也给它一并点出来了 是不是 然后另外一个钳子 要让它的动态发生变化 千万不要对称 这个第一节要让它往这来一点点 然后第二节要让它往上去走 这是第三节 小锯齿 甚至啊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小锯齁 把它的这个处须啊给它勾出来啊 直接给它画出来 当然如果说这个用小锯齁画的不够细的同学 你就用小红毛去画啊 这个不是强行要求的 这个第一根画的稍微有点粗啊 这个 就这样吧 一失手画粗了 然后我们再去画出它的腿 那腿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那个问题 要注意它的动态要好看 第一个团 可能在胸部交界这个位置 往后推个半厘米左右 大家还记得吗 第一节点下来 非常的短 然后第二节可能是朝这个方向 因为透视的原因啊 这节可能会显得稍微有点点的短啊 但是现实中它是没有这么短的 就是因为透视 最后一节 螳螂的脚过来 再来一个 后腿 要记得啊后腿是大长腿啊 后腿是大长腿 画的稍微的长一些 前边 前边 对面的这个前腿 不要让它出现太大的动态上的变化 这个这两个腿 出现太大的动态上的变化之后 它这个 它就感觉可能会稍微有点问题 最后 塞这儿行 还记得吗 后边稍微来一点点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翅膀上的纹理 轻轻的给它勾一勾 要记住不要突出 手有点重 手有点就行啊 甚至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它的边缘啊 可以给它勾一勾 勾一勾 勾一勾 勾一个文理 然后眼睛 口气 牙齿 口气 然后再把 这些主要的结构 给它勾一勾 这个也是 钳子 稍微来一点 这边 腿 如果说没有把握的话 就不要复钩了 这样就可以了 有把握的话 你的手稳 你再去复钩 好 好了 小螳螂 咱就给它画完了 正在打螳螂拳的 一只小螳螂 是不是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稍微的加一点点抬点 要不然显得太空了 那抬点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就需要我们用一个笔风比较大的笔 拿个大街行 然后在你的笔上呢 稍微调一点点中等墨色 要记住啊 千万不能重 来个中等墨色 让你的毛笔 打着滚 在里面沾一沾 看到没 打着滚 稍微一沾 然后上纸之前 要在吸水纸上 再来拧一下散风 拧成这种散风 看有点像麻花大卷这种状态 对不对 然后我们用侧风轻轻的在上面一顶 这样点出来的条件呢 它是那种非常的细碎的 非常的细碎的 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画面里面 可能就需要一些这种东西 之前大家学的这种 比如说这个荷花 荷糖里面那种点子 那种浮屏的点子 或者说这个 这个树枝上的点子 都是非常实在的 对不对 这种呢就比较偏虚 要记住啊 千万不能点的大 要点的太大了之后 就不好看了 稍微有一点点 好了吗 要记住分组 不要点的太多 不要太多 差不多 就可以了 甚至有的时候 有的画家再加完它之后呢 还会在上面提两个小草 这么点两笔 它会感觉 这个地上啊 有个草渣子 是不是啊 它这个草 没长起来 或者说秋后了 这个秋天已经过了 初冬了 地上留了一点点小小的草渣子 它会有点这种东西 然后我们缩小一下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跟到这儿吗 可以跟到这儿画完吗 可以跟到这儿画完的话 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6 这只螳螂 这只螳螂 其实那个虚子画的有点失败 其实这只会更好看一些 是吧 这只的动态会更好一些 这是我刚才闲着没事 课前画的 它整个的动态会显得更舒服 更灵巧一些 而且这两个虚子画的那种虚笔 用笔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 会更好一些 好了 那今天咱们这节课就画完了 还剩一节课 下节课 大家要来上课 最后一节课了 道个别 然后最后一节课 要给大家讲一下 大概有五种吧 五种不同的液金的方式 五种不同的勾液金的方式 所以说如果说 你对勾液金还有不理解的地方 就是记得要来上课 好不好 然后这个 确实啊 咱们的课呀 每次都是这样 老师同学们都适应了 也开始刚刚认识 是不是 这个节奏呢也跟得上 但就节课了 所以又得换 又得换 换 那个 不过大家能学到东西 其实就非常好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节课之后 还有自己多去学 多看看王上老师的课 草虫小课堂呢 也要多练一练 这个草虫 虽然小 但是其实 画的时候 真的是画出那种 动态感 那种韵力来 真的是非常难的 好了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吧 下节课 大家要来上课 然后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大家拜拜